大家好 今天是十二十五 星期五 股市今天再進一步上升 當然暫時還沒能夠突破 這個星期一的高位 兩萬五千四百三十七點 不過整體的走勢還是不錯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找到恆生指數先高開兩百二十五點 到兩萬五千一百八十七點 曾經一度輕輕地反復而低見 兩萬四千九百二十九點 相對星期二來說 股市輕輕地下調三十三點 可是估壓並不是很大 而且主要的南籌又開始一步一步的上去 結果到下午三點左右水平 指數已經曾經一度是高見 兩萬五千三百一十八點 相對星期二來說 這個股市是上升了三百五十六點 從走勢方面來看 整個股市暫時來說 的確是有進一步往上的條件 這個月的高位 兩萬五千四百三十七點的集會 因為第一指數還是穩守在十跟二十天線以上 十天線現在大概在兩萬四千六百四十三點 二十天線現在大概在兩萬四千六百一十四點 那等於說 只要恆生指數一天還是能夠穩守在十跟二十天線以上的 再往上看一定是五十天線 現在五十天線已經回調到兩萬五千四百二十二點 相對今天的高位來說 相差只是一百點而已 從走勢方面來看 十月份暫時還是一個先低後高 指數是從五號的低位 兩萬三千六百八十一點 上升到十一號的高位 兩萬五千四百三十七點 當然經過一千七百五十六點的上升之後 股市是稍微需要消化跟整顧 可是最關鍵的就是一個月的高低位 不應該在五個交易天之內出現 那很簡單 如果是五號 低位是這個月的低位的話 那等於說 這個月的高位應該是在二十號 也可能在以後才出現的 因為一個月的高位跟低位相差的距離 應該是超過許個交易天的 一般來說都是這樣子 好了 現在我們要留意就是成交方面 今天的成交還是不錯的 要是往後的成交能夠維持在一千六 到一千七百億以上的話 等於說股市的動力 還是能夠支持股市在進一步反彈的 我們再算一算時間 這次的中期的調整的起步點 是六月二號的高位 兩萬九千四百九十點 到十月五號的低位 兩萬三千六百八十一點 故事一共回調十六個星期 好了 現在指數從低位上來已經回升到十跟二十天線以上 也可能進一步往上挑戰五十天線 那等於說 經過十六個星期的所謂中期的調整之後 要是股市有三到四個星期的反彈 基本是很正常的 那這樣子看起來 十二分的股市應該還是有一定往上看的憧憬 不過大家要留意 應該還記得 九月二十一號當天 那恒大有一個境外的那個美債的那個利息 要付的八千多萬美金 可是當期時他不能夠付 結果就有三十天的時間給他去想辦法 要是過了這三十天 他還不能夠付到這個利息的話 那相關的那個境外的那個美元的債就會回憶 這個問題就來了 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十一月份他還有五個那個債券的利息要付的 四個是美金 一個是人民幣 看起來對恒大來說 現在信下的時間真的是不太多了 相關的事情也可能會左右股市未來的發展 這個可能還是比較關鍵的 大家有留意這個事情的發展到底是怎麼樣 好啦 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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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